大家好 喂 有聲音嗎 這樣是有 OK 大家好 然後這個專案其實是報道者 就是一個台灣的非營利媒體 然後還有專注在 國會資料開放的公司 叫Open公司 我們一起合作提的一個專案 好 那一開始先跟大家分享說 就是這個專案到底是 為什麼會有 就是為什麼會發想出來 就是其實大家應該知道 這個是幾個月前的畫面 就是國會改革引發的 就是立法院的 全角相向的畫面這樣子 然後這件事情其實很常被看到 然後電視也很常報導 然後有一天我跟我媽在 看這個畫面 看這個電視新聞的時候 我媽就問說 欸 那我們家立委 打架有沒有打贏啊 那除了打架之後他還有做了什麼 然後就當下我就覺得 我跟 我覺得我在跟我媽 解釋這個法案的過程中 就是大部分時候 其實會很像這樣 就是我們透過一個非常小的觀景窗 去看我們選出來的民意代表 他在這段時間到底做了什麼 可是他具體來說 究竟在我關注的議題上 他有沒有發生 或者是他究竟在 比如說在國會改革的 這個事件裡面 他的站的立場跟我一不一樣 其實我覺得都是可以去做探索 然後我也希望說就是會有一個產品 可以讓大家在選前 不要就是不是單獨的透過電視的某一個新聞 去認識自己家的民意代表 而是可以透過用AI還有數據的輔助 去直接縱觀他過去四年關注的議題 或者是他的表現是怎麼樣的 然後我希望這個產品 他對於不管是有沒有 不管是有沒有資訊科學的背景 或者是有沒有 對政治的理解 其實都可以很好的吸收 然後這件事情是低門檻的 然後我們也會幫他們統整歸納起來 所以2024年年初的時候 報道者就做了一個專題 是用LDA 就是比較傳統的AI 去針對立法院 過去四年所有的質詢 去做分群以及命名 所以我們可能就可以看到 某一個立委 他過去四年 他的發言最常關注的幾個議題 比如說高宏安 他其實最關注的可能是跟教育相關的議題 然後後來這個專案結束之後 其實獲得讀者滿大的迴響 然後我們就開始思考說 AI有沒有可能可以幫助我們 去加速的推進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做 就是光是用LDA去做分群以及命名 我們的審核過程 可能就耗盡了可能 耗了大概五六個專家 然後我們內部的記者 然後編輯的人力 去做審核 確保這個主題的分群是精確的 所以我們就在想說 那AI有沒有可能幫助我們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我們這一次的目標 就是希望說 我們可以讓AI去協助我們 去做歸類跟摘要 然後讓大家不是只單純的看 出席率或是質詢率 去判定一個立委的表現的好或不好 然後同時我們也可以 發展出一個產品 是讓NGO或者是國會記者 都可以隨時去針對他們想要報導 或是想要追蹤的議題去做觀察 這樣子 然後同時我們也希望 就是把這些立法院的資料去做開放 讓比如說未來可能想要精進在 政治語言模型相關能力的研究者 或者是資料科學家可以去做使用這樣子 好然後我們目前就是這個網站還沒有上線 就是我們目前大概會 大概會朝就是如果是使用上的話 我們大概應用會是比如說會有個介面 你可以去從不管是 你可以去從你家立委去看說 他近期關注的五個議題是什麼 然後如果你點進去特定的議題的話 你可能就會看到說原來陳昭姿 他其實最關心的 他最常發言的 其實並不一定是人工代孕 他其實也很常在食安議題上面去做發言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他在這個發言裡面 他說了什麼 就是比如說 他在紅底的是會議名稱 然後白色底就是AI去針對陳昭姿 在這個會議裡面的發言去做摘要的部分 那整個就是整個資料清洗的過程 有點像是這樣 就是我們一開始先從公報裡面去抓 所有的立法院的發言 立法委員的發言 以及說立法院他們自己有個法治局 他們定期會針對立委常關心的議題去做 去做議題的梳理 就包含說國內外的相關法規 然後修法的方向可能是什麼 我們先把這些資料都爬下來 然後爬下來之後呢 我們先我們嘗試讓GPT去做摘要 可是我們會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雖然說大部分時候他們可以理解 GPT可以理解這個發言的脈絡 可是比如說真的非常及時的議題 比如說青鳥行動到底是什麼 他其實在五月的當下他不一定會知道 所以我們就希望透過報導 以及我們前面講到的立法院的議題資料 去做比較簡單的RIG 等於說幫他補足一些時事名詞的背景 然後再去做分類摘要跟 對再去做分類跟摘要 然後最後我們還是 因為我們是新聞媒體 所以我們還蠻在意就是議題的正確性 所以其實我們還是會 最後一輪我們還是會由記者跟專家 去做人工的檢核這樣子 所以這大概是我們這一整的工作流 不過今天因為我們還蠻注重的就是 到底有什麼樣的資料可以去做使用跟開放 所以我們今天就大概 我們就請T-Munk來幫我們講解一下就是議題 這些資料長怎樣以及他怎麼做清洗 謝謝 好我是OpenFunk公司的T-Munk 然後我這邊這一部分主要就是跟大家講一下說 就是在前面要怎麼把立法院的資料爬下來 然後做清洗 然後所以程序的話大概就是剛剛講到說 以這個專案來講的話 報導者他們比較希望要用到的是公報 然後還有一個是議題演習 這個在立法院都會有一個幾乎每天都會出一兩篇的PDF檔 這樣子然後我們就把它爬下來這樣 然後所以我這個Pipeline大綱的話 一跟二這邊就跟稍微 因為其實大家 我也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有這種感覺 就是在四月的時候 就是新聞每天都在報立法院的時候 可是你其實不知道立法院 到底是一個什麼東西 然後我要從什麼角度進去這樣 所以我這邊可能就簡單講幾個基本用詞 讓大家比較有感覺一點 然後再講說資料原產地在哪裡 然後我們實際公司在處理的時候 一開始就會先做第一次的爬蟲 先做爬蟲 然後跟第一次的資料清理 然後接下來就會有 我們把它變成一個API 然後就直接就是整合 全部統在一個API裡面去使用這樣 然後在第五個地方的時候 會有個第二次的資料清理 我知道這個 可能大家就會覺得很莫名其妙 為什麼第二次不跟第一次一起做 但是後面會跟大家解釋一下 那最後的話就是講加值應用 好 那所以首先第一開始先講就是 立法院的基本概念 立法院呢就是 現在就是四年就是選一次這樣子 所以然後每一次就是叫一屆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就是叫第十一屆這樣子 所以一定都會有這個單位 你在做立法院相關任何東西的搜尋 我要查議題案 我要查會議 都一定要先查是哪一屆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那每一屆的話的運作方式就是一年都會有兩個會期 所以就是上下兩個會期 然後上會期在二到五月 然後現在是在休憶 然後接下來九月開始之後 他們會再有一個新的一輪就是下 所以就是 借期與會期是這樣子的概念 所以這樣二乘四這樣算下來的話就是 一屆的立委會有八個會期這樣子 那我們之後在資料開放的部分 你都會通常就是有所謂的subset 然後就是講十一之一 那你大概就知道就是第十一屆的第一個會期這樣子 所以這個example就是這樣跟大家講的 十之八是什麼意思 就是第十屆第八會期 那可以稍微兌換一下 這時間是指2023年的九月到十二月這樣子 好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基本用詞叫做委員會 基本上立委選上之後 然後他們就會進去 他們就進去 然後最先要做幾個事情 第一個就是要決定 哪些立委要去哪個委員會這樣子 所以我們基本上都會有六個這個常設委員會 然後還有所謂的特種委員會 基本上每個立委都一定要在一個常設委員會裡面 那當然同時也可以兼身在 身兼在特種委員會裡面這樣子 所以如果我的搜尋條件叫做 十一之一司法及法治委員會 我就是想要知道的是在今年立法院職權行司法 在修法的時候 我要找的目標應該是在這邊 十一之一司法及法治委員會 在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立法院的時候 可能連這個關鍵字都收不到 但是大家有這個概念之後 下面講會比較清楚一點 好 所以資料的原產地有哪些 超多 就是立法院從大概2000年開始之後 就有各個網站這樣子 所以我這邊就條列了我們主要有去爬的網站 最主要就是有一個現在比較新的 叫做立法院議事級公報資訊網這樣 然後他們就把資料翻三大項 議會提案公報這樣子 然後基本上他們的最小單位 基本上都是包成PDF所有的檔這樣 然後還有立法院資料開張平台 這些還不錯 就是基本上立委的基本資料啊 的那些比較metadata的部分 他們就是直接把他們把它包成Json這樣 然後還有一個 大家可能在那四月的時候很常去看的 IVOD系統這樣 就是他就是視訊水準系統這樣 所以還不錯 那其他我們當然也有 目前可能在目前的爬書當中 還沒有特別去關注到 但是其實也是很有價值去爬書的資料 就是立法院法律系統 因為在這邊才會講到三讀的 三讀的資料 就是真正三讀通過出來的資料是什麼 還有他的對照表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個比較舊的 就是立法院議事級發言系統 這樣子 好 我覺得我可能有點慢 好 所以我們PARTO的話 基本上就是網頁然後 網頁然後PDF檔這樣子 然後 所以我們還要再處理PDF 然後PDF主要是用T卡這個Apache的專案 然後就把它轉成另外一個HDMO檔 然後所以接下來的事情全部都是HDMO檔的PART 這樣子 然後我們在第一次的資料清理就是要去找說 它到底我們要的那個資料欄位 是在那個HDMO檔裡面的哪一個位置 這樣子 然後把它放到我們相對應的資料庫結構 那如果今天只能講一件事情的話 那就請大家記住這個連結 ly.govapi.tw這樣 因為我們就是 就是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把它變成API 那你進去的話 你沒看到這個Swig所展出來的 就是直接跟你講說 我們哪些end point可以使用這樣子 所以 我們就是邀請大家 就是來使用看看 你要查什麼來這邊查看看 如果你是工程師 主要是工程師 工程師的話可以來這邊查看看這樣子 然後來用一下做資料價值 看有沒有覺得 欸 你有蹦出什麼 欸 覺得很有趣的應用這樣子 那有這些end point 這樣子 那你要找IVOD在這邊 然後法律 Bill Meet 這樣子 好 那 所以 好 時間到了 可以再 最後一張 那我就最後講這個好了 就是前面有講到一個事情說 為什麼現在還要在做第二次的資料清理 主要是因為 呃 還蠻有趣的喔 好比說我講說 呃 有一個欄位 是一個 一個會議 有一個單位 有一個資料叫做一個會議 那那個會議裡面有一個 呃 欄位叫做討論事項 這樣子 那實際上它在PDF檔裡面 就是下面這個 用橘色這個 翻 橘色背景的這個 這樣 那 它實際上就不只是單單只是講說討論事項 什麼 它其實是有一些資料鏈接的 這樣子 就是說其實它那天的會議有做 呃 背詢 然後 有要看這六個提案的審查 這樣子 那所以我們這邊其實還希望還要 如果可以的話應該要再做一下就是 資料 Linking Data部分 應該要說這邊要連 一個Meet 然後以這個來講的話就要再連到一個質詢 然後再連到六個提案審查 但是目前這個是在 呃 我們的API裡面 目前就只是給你一個字串而已 這樣子 所以對想要做資料 資料加值應用的人來講說 其實應該 還會想要再把它做一些Linking Data的工作 這樣 那以我 呃 做這個 逐字稿 的公開 這樣 放在Hugging Face 這樣子 那就是結合立法院公告 IVOD 音檔 然後我們把它變成一個國會API 然後我這邊做了第二次的資料清理之後 變成一個Hugging Face Data 這樣子 那就可以直接這邊應用這樣 如果你有好奇的話 想要做資料加值應用 歡迎來這邊使用 第二個 就是資料 研修的 呃 前面講到資料 一體研修的專區 這樣 我把它爬下來 然後也把它變成Hugging Face的 repo這樣 我這邊 其實還蠻希望可以 呃 做 因為我這邊自己第一個時間想到可以做的資料 加值應用 就是做資料斷詞這樣 因為它裡面一定會有很多的專用名詞 那我覺得這個應該很值得去使用 但是其實我不太會做斷詞這件事情 我只是個後端工程師 所以如果大家就是有一些什麼技術的話 歡迎給我一些連結 知道可以拿去學習 然後怎麼樣去做這樣子 好 不好意思 就是有點浪費到大家太多的時間 那就我先講到這邊 好 謝謝 現場有沒有朋友也要提問 針對立法院 甚至還有一些政治面向資料的討論 有嗎 好 沒有的話 那我就先問 那報導者對於這個專案的期待 或者是更擴大的延伸想像 有沒有什麼想法 謝謝 就是因為 其實有點像是我們前面講的 目前大部分的國會監督的方式 其實可能還是透過質詢率或是出席率這些數據 然後我們會希望是建立一個就是 新的國會的監測指標 那不管你今天是政治小白或是資料小白 可能都可以透過這個前面剛剛講的那個儀表版的產品 去更理解你家的立委 然後我覺得這件事情應該會是有助於幫助大家去做投票決策 那如果是後續的目標的話我們自己也會給自己就是 但這些東西都可能都還沒有進到技術研究的部分 就是我們自己也會希望說不只是發言 可能包含政治現金資料 他們的提案資料 預算資料都可以納入 比如說今天有一個立委說 我要大力的推動人工智慧發展好了 那他真的在預算審議上有朝這個方向邁進嗎 他提的法案是不是真的有 也是往推動比如說人工智慧的相關的產業園區也好 或是其他硬體設備也好 就是他說的跟他做的是不是同一個方向 我覺得也會是報導者想要嘗試努力的方向這樣子 我想問你們有沒有試著考慮過做品質這件事情 因為發言的資料的萃取然後摘要跟整理 但他最終還是一個超大的文本 對於選民來說還是很無法 那有沒有可能建立一個品質的度量 比方說他的發言很多可是 在某方向是比較關注的可是就 你知道就是沒有東西 是加大空的之類的這樣 謝謝 你現在有一包資料集 然後他其實是金礦 但你不太確定裡面的含金量要怎麼抽出來 所以你要做一個是給法案研究助理許願用的 就比如說有沒有可能可以幫我找到什麼什麼資料 當他們做了很多這樣子的許願之後呢 去試試看資料要怎麼樣跟這些願望達成連結 然後從裡面把金礦抽出來 因為你還不知道金藏在礦裡面是長什麼樣態 那如果有一堆這種許願的表列 你就會知道說我應該要從裡面抽出 含銀量高的或含金量高的或含什麼屬性高的東西 從裡面抽出來這樣子 就是關於品質的這件事情 對對對就是確實因為就像AI它其實會胡說八道 人類其實也會胡說八道 然後我們自己想到相對可能可以可行的方法是 因為我們前面有提到那個議題研修嘛 那個議題研修其實是立法院官方他們去整理的資料 然後我們會希望初步可以做的就是去做事實查核 比如說今天有一個立委他針對某一個 比如他提出針對 我想一下最近有什麼 好人工生殖法相關的數據好了 這是真的嗎 我們有沒有辦法從議題研修裡面去看到 去比對出來 那這件事情可能就會用到是 我們目前想像是可能是RAG 但也有可能就是有其他技術 如果大家有其他建議的話也可以分享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會有記者去定期監測這個儀表板 就是比如說我們的政治線的記者 他可能就會很關注國會改革 那比如說或者是其他科技線的記者 他可能就會關注人工智慧 那我們就會針對我們家記者 他們特別關注接下來四年可能會很常 很常被提出來的議題 或者是比如說核能這類的議題去做監測 然後再去做進一步的追蹤這樣子 然後剛剛提到的金礦問題 就是我們前面的那個儀表板 其實只是非常初步的demo 就是我們其實接下來要建置這個儀表板 到公開之前我們一定還會再做 比如說去找立法院的助理NGO 去做他們的使用者調查 然後去看他們真正的需求是什麼 然後再去重新建置 然後包含說可能新增filter 或者是搜尋的功能這樣子 對 好 那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先掌聲感謝這個專案團隊的分享 好